直播3600遍 看我今天变身 鼎泰峰的小笼包学徒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这是平常鼎泰峰 可不对外公开的 中央厨房 GO 绿城刷手消毒 在整个人接近无菌状态后 终于得以进入 这米吉林一星餐厅的秘密基地 为了防止衣物掉入食材 或交叉感染 这里的员工必须全程 保持守护捷径 而我的第一项任务 更需要考验双手的灵活度 手抓住这个尾巴的地方 这样脱吗 很漂亮 那种松松的它就出来 这个工作间每天得播出 五六百公斤的新鲜虾仁 还得帮每只虾子聊体重 大虾炒饭 中虾做烧卖 小虾则是包进中角里 初级考验通过 接着顶泰峰独门的 黄金十八车登场 但得先从中角练起 左手拿着 右手像你刚才讲的体爱心 一轮把它反过来 捏 三 其实不差啦我跟你说 讲评一下 这 不好说啊这个 这不行喔 我还自己吃喔 至于小笼包 平常可是在餐厅的透明厨房里 限感现包现中 大庭广众下 我真丢不起这个脸 只好把师傅请来央厨 咱们管起门来学 前面的十二折还难不倒我 但真正关键在最后六折 那这时候我们其实要做收口动作 收口 这是最困难的部分 捏一折 转 我可以翻 你要抓着很小的一块捏 我们的封口才会是最小的 所以我中间这样漏洞也不行 对 因为它这样子的汤汁 就会有外漏的情况 汤包没有汤汁 就蛮奇怪 局势闻名的十八折 每一下的轻重都是经验的累积 每人一天起码捏三千颗 十五年资历的师傅说 他做梦都梦到小笼包 完全没有参与相关经验 也可以应征小笼包师傅 重点是得要心细手巧 这里的新晋点心学园 起薪就三万四到三万七千元 据资深师傅的薪水 那可就是秘密咯 超米出炉了 看得出来哪几颗是我捏的吗 答案应该很明显啦 看来说得一嘴好汤包的我 以后还是当个抛客就好了 好多余 给大家Art 开玩笑 嘛 爱我 啊